NHK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用QC CS來拍,是真確的 因為啊,今天我要講,我買了不到半年,才穿兩次賽車衣服 OMP的 自己的錢買的,兩千多塊啊! 賽車衣服了,對我來講是蠻貴的了 不要緊,OMP嘛,是不是? 我心裡講,買的時候,應該是很耐的啦! FIA approve的啦! 結果,哪知道? 我穿第一次Sepang track day,ok! 第二次Miri time attack,就發生事情了! 給你們看啊,是什麼事情? OMP啊,正版啦! 有沒有翻版的咩? 有啊,淘寶啊! 淘寶! okok 那個是沒有FIA approve的 當然啦,正版啦! 我覺得這個,也不能怪馬來西亞這邊啦! 因為,畢竟這些是... 我不懂是國外生產的地方! 國外生產吼! 給你們看啊! 這個是我的賽車服! 看到嗎? 這個是它綁中間的啦! 就是給你碾上去的啦! 第三次,我在泰國穿啊! 你們剛剛有看我的跑車影片,對嗎? 這個本來是這樣子碾上去的嗎? 碾在中間,對! 碾久了? 我整片頭了? 蛤? 哇,是不是2000多塊耶! 我以前用的那個Beltonic啊 那個不是FIA的那是... 其實那是工作人員穿的啦! 也是有防火的啦! 那是一層啦! 看是不是真的FIA的? 啊,要給人家知道嗎? 哇,這個是真FIA的哦! 真的啦! 我塞了這麼多錢買的咧! 變成這樣子啊? 是啊! 我覺得我真的是接受不到啦! 製造那個廠的那個QC的問題! Beltonic,我穿這麼久,都沒有問題! 這個給我穿兩三下,就是這樣了! 所以它是爆線還是怎樣? 爆線啊! 爆線? 因為啊,這個是FIA的衣服啊! 它用的材料啊,不可以隨便哦! 它一定要有防火的,所以沒有辦法啦! 已經在KL了,我就拿回給這邊修賽車服的人,叫他幫我弄回去啦! 我也是有問了這邊的代理,他們答應幫我做回去! 但是,我也沒有怪他們啦! 他們只是拿來賣罷了嘛! 不關他們的事,但是失望咯! 希望修回來! 所以你要配他嗎? 要! 你配他一次? 雖然OMP,懂啊? Italy 的品牌,但是 還要馬來西亞的人,幫你們去抓你們的手尾! 你看,Beltonic都沒有這樣子啊! Beltonic都沒有啊! 不是Beltonic的贊助哦! 那些衣服啊,都是我自己買的吼! 所以,希望我給馬來西亞他們修了之後啦! 會好啦! 修回來了之後,我會再給你們看到底修到怎樣! 但是,我希望OMP公司啊,能夠看到這個錯誤! 因為,我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像飛龍這樣,你買一個新衣服,兩千多塊, sac!sac!兩下,你會爽嗎? 你會爽嗎?不爽是不是? 所以,為了要買新衣服,你們記得要看我的影片哦! 看了再看,這樣子我可能就不要用這個,我再買其他的品牌了! 然後,廣告那些不要 skip! 是啊,廣告不要 skip,你們都知道啦吼! 不用我講啦! YES! 其實我叫衣服,給那位朋友的時候啦! 已經是一個月半的事了啦! 很可惜,我的衣服還沒有修回來,我那件No MP! 我再過多幾天,我就要比賽了! 所以,沒關係! 我就給你們看啦! 我的Beltonic S5的賽車服! 不好意思吼,我的後面好像是有點亂吼! 不過,重點是啦! 重點是吼! 我這件衣服啦,從2017年開始穿到現在啊,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除了這一些脫落的字眼,有些已經脫掉的字 這些都沒有關係,因為這些是可以再重新印上去的! 你看,我的這件啊,時常弄骯髒,然後我也時常丟去洗機裡面洗,然後也有丟進去烘乾機去烘的! 這個其實真正來講,也不算一個真正的賽車衣啦! 因為它裡面是沒有的,其實這個是給工作人員使用的,不過在馬來西亞MSF這樣的比賽是可以用的啦! 因為它還是具有防火的功能! 然後,重點來了! Beltonic這一件啦! 幾乎給我摧殘兩年了的! 給你們看啊! 飄飄亮亮! 完全沒有一絲的損傷! 完全沒有! 完全! 沒有一絲任何的損傷! 沒有補過的! 完全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那麼難過就是這樣,因為畢竟我那件OMP的是FIA的賽車服是有三層的,然後不便宜啦吼!一件要兩千多塊! 買來,我真的哦! 我發誓哦! 我那件賽車衣啊! 我穿三次罷了哦! 一次是在Sepang,第二次Miri Thai Matic,第三次就在泰國穿! 我不懂是不是我很衰啦! 我買到品質剛好是做到不好的還是怎樣? 還是其他人的OMP中間有可以黏的也是這樣? 因為我看我有些朋友的他們買的是比較貴的,中間是不需要黏了啦! 所以,如果你們也是跟我一樣面對這樣的問題吼,穿三次OMP炸掉,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啦! 還是就是我而已,醬水! 喜歡我這一集的QCCS,請點個贊還有分享吼! 不要忘記訂閱! 我的YouTube頻道,我是Heeway Seng,還有點擊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真的是衰哦! 怎麼我買的OMP,這樣爛的? 下一集,見! 比賽... 不用穿那件新的賽車服饒咯! 穿三次罷了! 三次! Зна用っ obey的! 五次發展!